他不会杀雕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欢迎所有来到 宝宝加油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宝宝加油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管家婆董燕阿姨 该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吧 查理和劳拉 我那颗摇晃的牙齿 绝对绝对不能掉 这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 劳拉迎来了人生当中 第一个掉牙日 他非常紧张和担心 查理哥哥 马文哥哥 和好朋友路塔相继出马 他们能够帮助劳拉轻松地 渡过这个难关 渡过这个难关吗 开始今天的故事 我有一个妹妹叫劳拉 她是个有趣的小人 这个星期啊 她遇上了一件大事 她到了第一次换牙的日子 我摇摇晃晃晃的牙 绝对绝对不能掉 我可不能做梅牙老 马文说 我第一次换牙的时候 差点把那颗牙吞到肚子里呢 真走运 有颗牛奶糖正在我嘴里 那颗大牙就和糖粘在了一块 哦是 你知道吗 劳拉 有一回啊 我用脑袋去顶足球 我的一颗牙就跟着那个球 一下子飞了出来 可是 马文哥哥 还有查理哥哥 我绝对绝对不要 让自己的牙 从嘴里飞出去 那多好玩 干嘛不要啊 我的牙就是得完完整整的 一颗也不能少 哎 那不过是你的乳牙 它们总有一天会掉光的 到时候啊 你还会长出新牙 比原来的看起来更棒 哎 是的是的是的 就像大脚落一样 鹿的脚也会脱落的 然后它们又长出新的脚 比原来的更大更好 可我才不是一头大脚鹿呢 我的牙就是要完完整整 哪怕摇摇晃晃 也一颗都不能少 不一会儿 鹿塔来找劳拉一起玩 大家好呀 嗨 劳拉 你看哪 看什么 鹿塔 你看什么 嘿 你看 我摇摇晃晃的那颗牙 已经掉下来了 哦 那 鹿塔 你拿到什么了 你在说什么呀 马文 什么就拿到了啥 嘿 是的 牙仙子来了 还带来了 啊 牙仙子是谁 哦 牙仙子就是牙仙子啊 我把掉了的牙齿 放在枕头底下 深夜里 牙仙子就来拿走牙齿 并且留下一枚硬币 作为交换呢 鹿塔 鹿塔 这样解释 今天早上 我拿到了硬币 然后 我就去给咱们过家家的农场 买了这个玩具 你看 一只小鸡 啊 我还真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奇特的仙子 专门给掉了牙的小孩子送礼物 以前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好事呢 从来没有谁和我提起过那个牙仙子呢 啊 我 我摇摇晃晃的牙一颗也不能少 必须完完全全掉光 马上马上 啊 哎 对了 对了 拉拉 你打算用牙齿换来的钱买点什么呢 咱们的农场还应该有一匹马和一只羊 最好再加上一头奶牛 哦 这个 我想要买的是一头长颈鹿 你不是打算让长颈鹿在农场里溜达吧 是啊 它当然可以四处溜达啊 可是鹿塔 你 你是怎么把那颗摇摇晃晃的牙齿 弄下来的 嗯 你得不停地去摇它 我 我觉得它就要掉下来了 对 就是这样 不停地摇 马文这时候又说了 你想不想让我给它来一拳 啊 不 马文 妈妈说过 绝对绝对不该用拳头解决任何问题 绝不 好吧 拉拉你继续摇吧 我是在摇 可它好像还没有要掉下来的打算 我觉得它根本就不打算离开我的嘴巴 忽然 劳拉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 超义哥哥 它掉下来了 我摇摇晃晃的牙齿 完完全全地掉下来了 我终于可以买长颈鹿了 你看 哼 原来 劳拉吃苹果的时候一不小心 那颗牙齿 真的就掉出来了 路塔说 你记得要把它放在你的枕头底下 你一定要早早地上床 一定要快快地睡着 这样牙仙子才会到来的 没问题 我会小心翼翼地守着我的牙 直到晚上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一头长颈鹿 哼哼 等你明天再玩的时候啊 我就有自己的长颈鹿了 而你可以带上你的小鸡 是的 它们会成为一对好朋友 别忘了 牙齿一定要放在枕头的正下方 好的 我不会忘的 你快回去吧 睡觉之前 劳拉又说 查理哥哥 我要去洗洗我的那颗牙 我要让它看起来闪闪发亮的 然后我要 哦 不 我的牙 我的牙完完全全不见了 是吗 你再翻一翻肯定还在老地方 不 我的牙完完全全没影了 查理哥哥 我的牙 我的牙完全消失了 不 它肯定还在什么地方 于是 查理和劳拉 开始搜索每一个角落 他们去搜了洗脸池 还有床底下 地板上 还有沙发的周围 到处都找遍了 我把它搞丢了 完完全全的搞丢了 现在牙仙子不会来了 我没有了硬币 也就没了我的长颈鹿 哎 你先别急嘛 劳拉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要是你乖乖的去睡觉 再做一个美美的梦 露抽微笑 牙仙子就会看到你嘴里的窝口 那他就会知道 你确确实实掉了一颗牙齿的 于是 劳拉就这样上了床 我一定要做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一定是很美很美的 到了早上 劳拉一醒来就翻开了枕头 啊 查理哥哥 牙仙子来过了 你快看这里 快起床 查理哥哥 快陪我去买长颈鹿 快呀 当鹿塔来找劳拉玩的时候 你的长颈鹿叫什么名字啊 它就叫长颈鹿呗 那你的小鸡叫什么名字啊 它当然就叫小鸡呀 你好 长颈鹿 你好 小鸡 哦 看呐 我觉得它们已经是一对好朋友了 接着 劳拉又说 也许长颈鹿和小鸡 想去看看山羊先生 可是我们没有山羊 哦 不 我们竟然还没有山羊 我们还需要掉更多的牙齿 哎 你有没有哪一颗牙齿 又开始摇晃了 嗯 嗯 好像没有哎 你呢 嗯 我不知道 我这颗牙摇晃了没有 好像没有 那这颗呢 这颗摇晃了没有 啊 啊 这颗呢 啊 再来看这颗 这颗好像有点松了 好吧 换牙了 嗯 怎么样帮助小朋友顺利的度 过换牙期呢 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和孩子说不通的情形 事情本来很平常 告诉他不用害怕 可是你一箩筐的道理都没有用 孩子依旧害怕 好吧 就看看 就看看 劳拉在换牙问题上的纠结 你就明白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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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